如果其他人都覺得說 只要自己夠強就沒有問題 那夠強就變成是一個定義了 什麼樣子叫做夠強 什麼時間點 國民黨要去決定誰夠強 這些都是很複雜困難的問題 所以韓國瑜省影三天夠嗎 這些問題想得清楚嗎 隆岳先生 這要怎麼改 這叫 尤哥是麻糬的 麻糬的 爛 因為初選是這樣 在整個街霸營出來以上 都會陷害你 你是替什麼人留心頂著 所以這是要經過中相會通過 那麼我最近又接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韓國瑜也沒有說 如果黨有需要 他沒有這樣說 如果人民有需要 這是過去的時候說 想要選 要吃雞尻 如果誰有需要 韓國瑜現在就是說 賣到當然 平台越來越明顯 越多人記台 那麼有人說 你要制定這個辦法 那是不是保留最後是徵召對不對 萬分之一 說萬分之一要徵召 那你能徵召他來參選 為什麼不能徵召他來初選 所以先啟用萬分之一徵召他來初選 韓國瑜不表態 那我現在還是做我的事 我做我的高雄市長 但是你把他徵召來初選 好 那這樣的話 對他的民調是應該會下降 就是說我沒有表他要選 可是當你們把我徵召去參加 跟你們一起初選的時候 最後還是他勝出 那他只好出來選 這是這樣 那你要不要保留萬分之一 如果他真的堅決不選 那你那個萬分之一 是變成第二名要選 還是你要重新拜託 所以這種所謂的萬分之一 必須要很周全 很縮密的一個機會 這是要經過中常會 中常會要通過 中常會沒有通過 你們只要大家等什麼說 靠路可以 所以這是一個囂難 你看在這個戰略過程中 柯比就很聰明 六位我先來告一位 我萬三個 本來說六位比較來問阿伯 阿伯六位跟你說要算不算 現在看國民黨也不是吃菜 你六位說 我們就用到七位 如果沒辦法 我們就把韓國會出來 柯比之前真的怕韓國會而已 對不對 好 你要用到七位 阿伯現在改告一 你們可以七位 八位用到七位 我們改接 接完他改11位 不可能 所以這個時候最后要拚 沒有中贏 如果大家政治都要爽贏 你觀眾要怎麼樣 人民什麼 人民是對上有機台 這樣你就應該 改聽心理出就聽心理出吧 先行不出來天下重新合 這個時候該怎麼就怎麼 如果高雍市民 那個五十八不動議你選的 這個理由不是反對你 並不是討厭你 你是保護你 聽哨你 這都可以調查 最好是高雍市民 因為你來選對高雍市會比較好 你如果動選對高雍市要做什麼 要改革什麼 因為你到決定的時候 你如果已經高雍市長八個位了 所以你應該很了解高雍市需要什麼 你如果做總統 動選總統 你能夠給高雍市解決什麼 過去沒有解決的問題 過去所有留下來這八位 過去所有榜的這些負責 我要怎麼讓高雍市起訴回聲 如果是這樣 他參選的政黨成就對零到一百分 這沒有六十五十七十萬 不會跟不 有選不選這樣而已 把人民報告 當你要參選總統 不是各國市民報告 是要把全國人民報告 把所有對你參加初選 你要出選就要把所有支持者報告 把國民黨的人報告 讓人可以認同你 如果今天都是曖昧 也不是說他愛賣 實在說他是無奈 很無奈 我當選高雍市長幾月之後 就已經在想法 要怎麼把農民的農民產品買出來 要怎麼讓觀光客進來 到現在高雍 全台灣 觀光人口最多的走那裡 不是走來我們台南市 變成高雍市 去高雍市消費也像這個 所以大家賺錢賺美美 貸貸要再交稅金 落在那裡整個都錢 我們台南市越來越貴味 落在那裡的房子 先我去到要死 兩個三市變成這些貸貸 希望賺高雍市 這個時候如果五萬高雍市中 韓國瑜可以出來選 讓整個台灣 當中大家賺錢的時候 有可能高雍台南市支持 比高雍市支持他比較多 所以這個課題不是只有國民黨 韓國瑜個人的問題 是國民黨政體的問題 那麼國民黨有實力的人 包括郭敦毅 包括主力倫 包括王金平 你們有實力 當中的時候很簡單 你們跟韓國的 就是說你要出來選手 你現在不要再說遊戲規則 應該把你的報復 現在譬如說主力倫 我任務政策 我要怎麼做 王金平議長 你的政策 你要怎麼做 郭敦毅主席 你做過副總統 你要怎麼做 既免憲輸贏了 兩方的問題 既免憲輸贏了 韓國瑜的問題 你們的問題都在哪裡 都在科皮 你們三個面對科皮要怎麼贏 有時候你要說給錢實才知道 說現在怎麼說贏 雙股要看比賽 看結果 看是要刺激過 刺激過 刺激過 不可以現在算 成本就要到明年 家會 到表才會知道 現在雙民不是這樣記台 雙民記台說 我們現在出去就是要贏 這次就要贏 因為為什麼 這三年我的執政黨 執政就是 敷居民意就是 我過日子 排過 所以我希望出一個 有希望 但是會贏 你跟我說得很好 雙股出來做也好 我來算就好 我跟你們說 魚我不會出 菜我不會出 貨激我不會出 聽了我 但是雙股你不會贏 這樣才有意義 這樣我們就沒有了 我們要那個會贏 現在是記台是這樣的 所以憑這個借渡孫 主席實在說是用心量庫 用心量庫 他也是都想說要保留 國民黨最后會贏 有的候選人是說 我得運到最后我會贏 大家都想說他會贏 現在問題就是出在這裡 大家都想說他會贏 不過大家都沒相信他會贏 對 所以我告訴你 觀眾的問題也即使這樣 投票 選民投票 要選民任務你會贏 他這張票比較重就出來了 對 選民任務你不會贏 他這張票 像我台南 我現在他們任務我贏 他願意賭 這變成我處理狀 我會感到很感動 我會有人會感到老闆賽 那年輕人在賣菜 我說夭壽的你20幾歲 你在賣菜 他說菜都是我自己賣的 你自己賣的 所以你看你才會不感動 他願意20幾歲願意回到他 他賺錢 拔甘拔甘 他還回去把他老闆 那三家庭去賣菜 賣優基菜 他自己來賣菜賣 你才會不感動 所以這年輕人就說 他在改變 他在找希望 所以他們在看好選人 也在看希望 我賣什麼菜 賣很多 規制正正 你給我賣不賣 我放在那裡 我又要自己來賣錢擺盪 所以你也要看簡單 這個市民的經濟 他對拖廣 對勞工 對市民跟農民 他的基態 你去看所有的天王 跟這製造一個規矩 是怎麼那麼困難 你現在越這樣就對了 柯比的優勢越好 你看柯比先去找特派 李政緯創好 來看阿彬的 來 最好 你讓柯比現在生得一條很簡單 我跟你說 很簡單 特派是反對柯比想欠 他知道最好可能韓國 柯比已經設定韓國會出來了 所以我最好如果是韓國會出來 變成我們農工鄉政 創英文拿15%克比就說是了 所以只有拜託特派 李政緯 阿彬的 阿彬看怎麼說沒關係 所以要讓特派的可以放肆創英文 甘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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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給科比 他也在求陷中自成自強 現在大家已經都算到這裡 國民黨如果是在那裡沒什麼 我要說這招就是科比英文去賠 不過我覺得我最後一句話 我這邊 那讓我講一句話就好了 我覺得黨主席 吳敦義其實講的這一句話 我覺得與其有第二階段 倒不如第一階段擴大徵詢 也就是說有可能贏的人 就是徵招韓國瑜初選 對 把把納進來評估 因為國民黨要會贏的人 這樣才有辦法回應基層的需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